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您该了解 修剪下体的毛毛,好处多,男人请修起来 今天这个议题看似跟女生没有关系 我跟你说,女性朋友们听起来 因为你们妾身相关,之后赶快丢给你男朋友听 男性的话呢,这一集更要听 大家听听看女生是什么样的看法的 那首先,大家都知道男生就是外在打理 就是可能衣服啊,头发会很在意 穿着打扮很入实,可能外在看起来就是感觉很干净整洁 哎,还有微飘着个清香,还会喷香水哦 但是你知道,到了亲密行为的时候 隐藏在那个衣服跟裤子底下的老二的整洁度 却是自意妄为,却是毫无作为吗 今天呢,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位于通话夜市的美食 叫做王里市炸酱面 这间王里市炸酱面 我那天是真的是无心经过 看到它的招牌,真的是被它吸引到 我本来以为它是咖啡厅 因为它做的真的就跟咖啡厅一模一样 整个是褐色的木质调 整个装潢非常的像是一间 就是,哎,文青店吗? 还是说它是卖茶的 就有经过探头看,然后说,啊? 炸酱面? 非常文青风的一间炸酱面 它的装潢非常好拍照 它刚开业没多久 啊,我那天是刚好去吃披萨 它就开在那个披萨店的隔壁 然后我想说,肚子还有点空 很想可以来吃吃看 不然我下次去通话夜市 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那我进去之后就发现它有两个菜单 它的主菜单其实就是炸酱面嘛 那你本身如果跟我一样 其实你对炸酱面还好的话呢 它其实有另一款 就是所谓的葱香拌面 葱香拌面就是它不是炸酱面 就是一般的那种就是酱油拌面 葱香拌面的小碗呢 是50块 大碗的是70 那它们家的经典是 王里式炸酱面 小碗的是105 大碗的135 听到这个价格你想说 好贵 我跟你说,还好 主要原因是呢 它们家的那个用料呢 是用严选台湾黑猪肉五花肉 然后采13种新香料跟7道工序而做成的 那你可以做它的配菜 它的配菜是任选的 不是说端上来全部混在一起 是你可以自己挑选 它有所谓的菜码 就是菜码是由小黄瓜丝 毛豆仁 香菜 豆干 炒酸酱豆 还有纯手工蛋丝 跟松露椰菇酱 你可以刚刚所上述这些东西呢 你可以任选两种 那因为我第一次去 我也觉得说我可能下次去 通话也是要很久 所以我当然是点它的主打 虽然我对炸酱面 真的还好 我本身一定是点一般的那种酱油 没有 我就对麻酱炸酱 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除了是韩国炸酱面之外 大家有知道这么多吗 反正总而言之呢 就是他们家是可以选两种配菜 我选的是香菜跟豆干 我只能说 吃起来的口味真的是很绝妙 很传统的味道 但是它用了很新颖的方法 把那个炸酱跟面条混在一起 然后再倒入你喜欢的配菜 吃起来的口感 就真的跟你在外面那种 面摊那种路边摊吃的不一样 因为它的面真的超级Q弹的 讲到这里你会觉得说 是不是说什么业配 不然为什么 我连那什么辛香料 跟什么几道工序 我都背得出来 我跟你说 我没有 但是就是Google Google就可以查到这些资料 那还有加入些 黄金比例的密质酱料 然后不加味精 就是真的是现做的 所以我才会说 它的价格还算合理 那它除了它的面 就是它的主打之外呢 它也有卖汤品 就是精华鸡白汤圆汤 然后还有那个精华鸡腿汤 价格都100块以内 所以吃下来大概100出头 所以我觉得相对合言 就是以一个你可以吃到那个氛围 主要是那个体验 我觉得它这间店如果开在什么 伦敦啊 日本东京啊 纽约 非常的时髦 而且它那个价格大概翻三倍 也是卖得出去 我很开心 就是台湾竟然有人 就是把面店开得这么时髦 虽然台湾开这种店呢 就是有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大宏 然后大宏可能大家去吃个几次 拍过照之后 就会慢慢的就是得靠老客户来回流 那另外一个状况是 它得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操作 就把它开成像炒店 可能就到国外去 我觉得它在国外非常有市场 所以我是很乐见的 想说这种一定要推荐一下 虽然我觉得它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如果你喜欢吃那种抽吧的人 你就会觉得这个价格太贵了 在路边它就可以 同样的价格 就可以吃到分量更多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值得大家 就是去体验一下 这样的吃东西的氛围 它的东西跟它的整个装潢的感受 是你如果今天在国外吃到 你会觉得说天哪好特别哦 但它开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支持一下的 虽然我说它不是那种 你就是每天吃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偶尔吃一次 你会觉得说 嗯就被它这个操作 被它整个那个氛围感染到 你就觉得说 嗯就真的让你体验到 不一样的吃东西的乐趣 那它的营业时间呢 是早上的11点半 到下午的2点半 那它晚上是5点到8点 周日公休 这间叫做网里式炸酱面 在此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 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去 其实你应该的IG线东 看一下它的照片 你就知道说它的装潢有多么像咖啡厅 就是很像一间咖啡厅的面点 很有趣 那讲到这里 IG其实你应该还没有按赞追踪 说实在的 还没有按赞追踪 我只能说你额根子很硬 赶快去按赞追踪起来 现动会放很多有趣的事情哦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修剪下体的毛毛 四个好处 男人请修起来 第一点就是呢 它能够有效地避免 就是浓密的毛发会产生一些异味 就是下体会有些怪味出现 尤其在最近那个炎热的夏天里面 你知道你内裤里面就会闷着汗水 尿液 还有你在肌肤表层 你知道它闷在里面 那个细菌会不断地交互作用 加上如果你的就是体毛 阴毛没有修的话呢 它就会散热不易 长期那个湿气就会闷在你的胯下 在你的内裤跟你的外裤之间 就是无法通风透气 容易就会产生所谓的异味自身 尤其在生殖器周遭 有可能还会产生所谓的湿疹 就很多人在那个阴部 就是胯下这部分 可能就会长很大片的那种湿疹 而且生殖器周遭 本来就容易会有异味 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就是汉线是所谓的大汉线 就是俗称的顶江线 它跟腋下是主要系出同门 所以如果你本身体味比较浓的人 其实你的下体就会味道比较重 所以就是要定期的修剪 才能够避免一些异味的飘散 大部分的男生可能自己 你知道长期已经习惯了 就入暴雨之四 你可能久闻不闻其愁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另一半 就是贴心的男人 一定要记得修剪毛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呢 外观看起来会更清爽 又有人 就是会有视觉上面加大加长的一个 highlight作用 或是你要说修饰的作用 你知道之前我看那个第一卡上面就有人 就是女生形容男生下体的形容词 他说就像是被遗弃在杂草堆的石块 就是表示男生不修体毛的话 下面第一次看到女生就正经 有时候那感觉是有个石块被丢到那个 所谓的杂草堆里面 我只能说看到这个形容词 我觉得说很绝妙 但是也非常的生动 我只能用活灵活现来形容 所以呢 就是不要让女生在第一次开箱的时候 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呢 建议男性真的是该修的时候就当修 你知道没有整理的毛毛 即便你看起来在勇猛 就是不讨喜不美观 就是真的是会让人家倒进胃口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现在已经有另一半 或是即将有另一半 像是暧昧阶段的话 是时候该拿起你的剪刀 该拿起你的剃刀 来帮你的这个分身加大加长 和乐而不为呢 而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关于说下面毛毛的问题呢 就是三 与对象发生密切性行为的时候呢 会更舒适无碍 相对于欧美的男性 他们好像从小就有那种所谓的 除毛的习惯 那亚洲地区啊 我觉得近年有好一点 但是以前真的是很保守 很怕麻烦 尤其是台湾的男性 就是怕麻烦 所以呢 就是真的是很懒惰 虽然就不会想做这件事情 但近年这个整个世界上面的 那个男性的保养 开始有就是掀起个波澜 尤其是寒流 有带起这个风潮 但不是说寒流 就是叫大家修体毛 而就是说我觉得整体 男性对于自己的保养啊 或说外在更在意的 那我觉得修剪 其实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不是说一定要提光 因为很多男生可能提光 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什么这些的 就会刺刺什么这些的 但我觉得修剪长度 到0.5到1公分的毛发长度 就依照你个人的喜好 就是如果你本身喜欢五毛 那当然也OK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希望 还是有点东西的话 那不妨可以打薄到 0.5到1公分的长度 这样子呢 就即便是你懒得 每次那边刮 那就偶尔就是定期修剪就可以了 那流到0.5到1公分 这个长度呢 是让你的另一半 在跟你亲密接触的时候呢 它不会有一个阻碍感 然后也不会一直 然后吃到一些不该吃的东西 那这样的做法呢 是让你自己 跟你另一半都开心的一个作为 所以请记得出毛出起来 现在第四点关于说 修剪下体的毛毛的好处呢 就是四 有包皮的男性呢 能够避免你的 就是下体的毛卷进去 不卡毛 最后一点呢 就是for所有包皮过长的男性 就是建议要定期的修剪毛发 除了刚刚上述这些什么 清洁啊 味道的问题啊 或是视觉上面的增大 增长的效果之外 实际上你修剪毛发 能够避免你的包皮卷入 如果你本身包皮已经过长 但是你刚好又不是需要 动手术的那一个路线的人 就是假性包皮的人 就是可以正常退下的人 那你有可能就卡毛的问题 就会找上你 所以定期的修剪毛发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自身 就不会有那个拉扯感 所以这个也是个小小的bonus 那这个真的是蛮多男生 就是死不除毛 但是他就是不停的卡毛 不停的卡蛋之类的 他就不停的在那边自己用手瞧 那如果你除毛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真心的推荐你 好啦 今天就简单的分享 一个健康的心态 你们有觉得我都非常的 很知识性的在分享 就是下体修剪的好处 你是男性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是女性 你可以默默丢给你的另一半 就是丢给他 然后再听一下这一集 你是不是很棒的一个分享 好啦 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资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哦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